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幸福课堂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绒毛巧语,触感中的秘密花语 二,缤纷彩虹桥,性爱中的情绪色彩 三,星光翼翼,在床上闪耀的小宇宙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绒毛巧语,触感中的秘密花语 各位亲爱的触感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非常有趣且不那么为人所知的话题 绒毛巧语 这可不是你家沙发上的那些绒毛玩具在夜深人近视的私语 而是一种触感中的秘密花语 一种无声的沟通方式 一种纤维间的情感交流 首先,我们得认识一下绒毛这位低调的角色 绒毛,顾名思义,就是那些柔软,细腻 常常让人忍不住想抚摸的小纤维 它们存在于我们的衣物,家具,甚至是一些植物的表面 但绒毛不仅仅是触感的代言人 它还承载着一种特殊的语言,触感语言 在古代,人们对于花语有助深刻的理解 每一朵花都代表着一种情感或讯息 而今天,我们要来探讨的是 绒毛如何以它们独特的方式传达信息 想象一下,当你轻轻抚摸一件绒毛外套时 那种温暖,安抚的感觉 彭腹是绒毛在告诉你 放松吧,一切都会好的 这就是绒毛的敲语,一种无需言语的安慰 但绒毛的语言远不止于此 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时期 绒毛的触感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 例如,在维多利亚时代 一个绅士如果送给心仪的女士一件绒毛之品 那可能意味着她在传达住温柔的爱意 而在某些文化中 绒毛的柔软被视为一种奢侈的象征 它告诉观者这个人享有高度的社会地位 当然,绒毛的语言也有它的幽默感 想想那些绒毛玩具 它们总是以一种无辜的眼神和柔软的外表 征服我们的心 但别忘了,它们也是尘满的乐园 这就像是绒毛在悄悄地告诉我们 嘿,我可不只是一个漂亮的脸蛋哦 我还有我的小秘密 总之,绒毛敲语是一种古老而又微妙的沟通方式 它不仅仅是触感的体验 更是情感的传达 下次当你抚摸到柔软的绒毛时 不妨细细聆听它的敲语 也许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秘密 花语世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缤纷彩虹桥 心爱中的情绪色彩 各位亲爱的听众 读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既古老又新颖的话题 心爱中的情绪色彩 这个话题就像一座缤纷的彩虹桥 连接住人类最原始的本能与最精致的情感世界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走过这座桥 看看在心爱的天空中 那些色彩是如何绽放的 首先我们的承认 心爱不仅仅是生物学上的繁殖行为 它是一幅丰富多彩的情感画卷 从激情燃烧的红色 到温柔慰藉的蓝色 每一种色彩都代表着不同的情绪和体验 红色 啊 那是激情和欲望的颜色 当两个人的心跳加速 血液沸腾 红色就在它们之间燃起了火焰 这是心爱中最直接 最原始的情绪色彩 它如同一杯浓烈的红酒 让人醉心于那份迷离与狂热 然后是粉色 这是浪漫和甜蜜的代表 当恋人们在月光下亲吻 或是在柔和的灯光中相拥 粉色就在它们的爱情故事中 悄然绽放 它是心爱中的唐一 让每一次亲密接触 都充满了童话般的梦幻 接着是蓝色 这是信任和安全感的颜色 在心爱的世界里 蓝色是那个温柔的拥抱 是在狂风暴雨后 彼此一味地平静 它提醒我们 心爱不仅是身体的结合 更是心灵的交融 当然 我们不能忘记绿色 成长和探索的色彩 心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每一次的亲密 都是对彼此身体和心灵的新发现 绿色在这里代表着新鲜感和生命力 它鼓励我们保持好奇心 不断探索爱的可能性 最后 我们来到了紫色 这是神秘和灵性的颜色 在心爱中 紫色是那份超越肉体的连结 是灵魂深处的互换 它提醒我们 心爱可以是一种超凡脱俗的体验 是通往更高层次自我认识的桥梁 当然 这座彩虹桥上 还有无数的色彩 等待我们去探索 每一种色彩 都有它独特的故事和意义 心爱是一场丰富多彩的冒险 它不仅仅关乎身体 更是情绪和灵魂的交织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下次当你们踏上这条缤纷的旅程时 不妨放慢脚步 细细品味那些情绪色彩 记住 每一次亲密的接触 都是在彩虹桥上 绘制出你们独特的爱情故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星光异议 在床上闪耀的小宇宙 好吧 各位准备好 我们即将启程前往一个 非常私密的宇宙 你的床上 这里不仅是梦想和睡眠的港湾 而且 还是一个星光异议的小宇宙 充满了奇妙的星系 和闪耀的星体 不过 别担心 我们的探索 将是科学的 尊重的 当然 也不乏幽默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床上的星体 也就是你自己 在这个小宇宙中 你是主宰 你的身体 就像一颗巨大的恒星 散发注热量和能量 当你躺下时 你的身体 开始进入一个放松的状态 就像恒星进入 稳定的燃烧阶段 而你的呼吸和心跳 就像恒星的脉动 维持住这个小宇宙的生命力 接着 我们来看看床单和被褥 这些可爱的植物 就像星系中的星云 环绕住你 提供保护和温暖 它们的颜色和图案 可能多彩缤纷 就像宇宙中的星云一样 有着令人惊叹的美丽 而当你翻滚或调整姿势时 床单和被褥就会随之起舞 庞腹是宇宙中的物质 在引力的作用下运动 然后 我们不得不提到 那些小小的行星 枕头 它们支撑住你的头部 就像行星围绕住 恒星旋转 有的枕头软绵绵 有的坚硬如颜 就像宇宙中多样的行星表面 选择合适的枕头 就像选择一个 适合居住的行星 对于一个良好的夜晚睡眠 至关重要 当然 我们还有那些闪烁的星星 可能是你床头的小夜灯 或者是挂在天花板上的荧光 星星 贴纸 它们在夜晚为你提供微弱的光芒 就像遥远的恒星 照亮宇宙的黑暗 最后 让我们不要忘记那些 偶尔出现的流星 也就是你的手机 或平板电脑的屏幕闪光 虽然 它们可能会打扰到你的睡眠 但有时候 它们也会带来一些夜晚的乐趣和资讯 所以 亲爱的听众 下次当你躺在床上 准备进入梦乡时 不妨想象一下 你自己正处于一个 星光异异的小宇宙中 每一次翻身 每一次呼吸 都是这个宇宙中的一个 微小而美丽的动作 祝你有个好梦 在这个床上的小宇宙中 闪耀如星 亲爱的观众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 绒毛巧语 情绪色彩 和床上的星光异异的小宇宙 绒毛的触感语言 不仅仅是触感的体验 更是情感的传达 情绪色彩让性爱成为一场 丰富多彩的冒险 是身体和心灵的交织 而床上的小宇宙 则是我们的梦想和睡眠的港湾 充满了奇妙的星系 和闪耀的星体 这些话题向我们展示了触感 情感和梦想的连结 它们彼此交织 共同创造出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无论是绒毛的巧语 性爱中的情绪色彩 还是床上的星光异异的小宇宙 它们都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探索 我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 能够让你对这些话题 有更深入的了解 并且在你的生活中 带来一些新的思考 我也非常期待 听到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在你的触感世界中 绒毛的巧语 情绪色彩 或床上的星光异异的小宇宙 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感受 欢迎留言和我们分享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